人生無常 永遠猜不透是明天先到 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品宏 你知道 你的小孩 平常都在從事什麼樣的打工嗎 涉世衛生的學生 容易被高薪的打工吸引 要小心 他正一步步步入野狼的陷阱 這個故事呢 是2020年8月 發生的一起失踪案件 高熟市一名14歲的妙齡女子 某天他神秘兮兮的背著行李 拿了一筆錢就急著要出門 家人問他說 你要去哪裡 他回答 他要去洗津 便匆匆忙忙的出門 原本以為 他可能只是出去玩 又或者交了男朋友 所以才這麼神秘 沒想到少女踏出家門之後 就再也沒回家 而父母怎麼樣都聯絡不上女兒 只好向警方報案 而調閱監視器之後 發現了女兒搭上了計程車 前往高鐵站的畫面 而接著 他從新竹站下車之後 坐上了一輛白牌的轎車 這是他失蹤前的最後聲音 媽媽媽媽都很擔心 我們兩個都沒有辦法吃飯 沒有辦法睡覺 沒有什麼事情回來 我們好好講好不好 這是媽媽30號出面 邊痛哭邊找女兒 國中的女兒29號搭高鐵到新竹 之前曾經回家拿錢搭上計程車 被監視器拍下失蹤前的最後聲音 至今超過兩天下落不明 然後他在騙我說要去吃雞 少女的母親並不想坐以待避 她打開少女的電腦想搜尋看看 是否能有什麼蛛絲馬跡 很快的 她在女兒的聊天軟體中 發現了一個詭異的對話內容 一名男子傳訊息問少女會不會打電動 要不要接下陪玩的這個工作 這是一份十分簡單的靈工 你只需要陪別人打遊戲就好 有點像十幾年前流行一陣子的網咖陪打 而且還真的有不少人都從事過這樣的工作 反正只有陪打陪聊就能夠賺錢還蠻輕鬆的 而少女不宜有她就接下了這份工作 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男子問她要不要轉正職 薪水可以拿得更多 只是你得到新竹一趟辦理轉正的流程 同時還寄了高鐵票和公務機給她 而懵懂無知的少女此時還不知道 自己已經踏入了陷阱當中 那大概他們稍微大概只知道說 她有她的他們這種畫圖的 這樣的一個網路的一個工作 沒有大家很深入去跟她聊的話 可能同學目前都不是很清楚 這種有設計按鍵的 我們他們就會很擔心很害怕 因為感覺一直溝通一直溝通 因為整個心得是關心的 所以她一定知道我們會不會 少女的母親除了報警以外 也在臉書社団上 把女兒和男子的對話偷出來 希望廣大的網友們 能夠幫助他們想想辦法 一名PTT鄉民GoLong 就從截圖對話中的手機號碼 查出一名叫王真浩的人 他是主動的套房出租網的 其中一名房東 不過這並不是私訊少女的男子 網友繼續搜尋通訊錄 發現還有一名男子叫做羅玉祥 而恰巧他的號碼 比這個王真浩的手機號碼 是一模一樣 網友繼續拼湊兩人的關係 更發現這個羅玉祥 竟然有誘拐並性侵少女的前科 還被人家稱為是保全界的李宗睿 而且手法與本案類似 懷疑這羅玉祥就是主謀 而這也讓警方有了犯案的方向 少女母親PO網要大家幫忙 一張照片讓鄉民找出誘拐彈弦 透過少女臉書和網友的對話 發現一支手機號碼 搜尋發現這支手機號碼的擁有者 是曾在竹東某套房出租網的 王姓房東電話 再從通訊軟體上搜出這支電話 找出羅賢 進而查出判決書 發現她專挑未成年少女下手 曾經下腰性侵再拍猥褻照片 堪比保全界李宗睿遭判十年 但目前沒有這兩人的下落 我們只能先從監視器拍到的白牌車來著手 不過車牌號碼已經無法辨識 好不容易警方得到的線索 眼看就快要斷了 而這時失蹤少女的一個好閨蜜 提供了關鍵的資訊 原來少女害怕自己一個人出遠門 臨時找了閨蜜陪同一起到新竹 而這個機警的閨蜜 看到少女上了白牌車之後 立刻就把車牌號碼抄了下來 以防萬一 而兩人說好下午5點要在高鐵站碰頭 沒有想到閨蜜等了超過6個小時 少女卻一直都沒有出現 閨蜜驚覺出大事了 趕快聯絡家長和警方 才讓這整個案件有個迷霧 她原本預計說很快就會迴繞 然後讓我在高鐵站跟著她 5點前她會跟我有聯絡 只不過我在那裡等了很久 然後5點多的時候 都沒有收到她的聯絡 所以我就開始打電話給她 然後電話都沒有接 我就打給我的家人 就我阿姨 然後開始跟她的家人聯絡 就是一到高鐵站出口後 因為那個人早就在外面等了 所以就是很快就分開了 然後有辦法 當時你怎麼那麼積極 就把車牌給擠下來 因為在高鐵站 我預計是有點懷疑那個人 然後所以就在坐高鐵的時候 就有看到那種公共機段 現在可以走 警方利用雲龍系統 找到了這個少女搭乘了白台車 而這輛車不斷的在大台北地區亂串 她先是出現在五谷 接著又跑到關渡 最後警方在馬街醫院攔截這輛車 沒想到車內根本就沒有少女的踪影 只有一名叫盧亦凡的男子 他被警方攔下時神情驚訝 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難道少女已經先下車了嗎 盧欣男子說自己只是單純載客 但載客車怎麼會是白排車呢 這台車 不是你要問你說這台車的使用人的一些事情 警方站在路邊告知男子權利 要把員帶回派出所 警方以車追人在路口將這輛米色轎車攔下 想要營救高雄失靈的14歲少女 但車上沒人 只剩駕駛 背著側背包 戴著黑狂眼鏡 這名79年次的盧欣男駕駛 聲稱不認識少女只是剛好載到 但這輛轎車車款老舊 內部髒亂 彷彿行動旅館 少女怎麼會獨自搭乘 盧依凡的說詞 得先打個問號 此時 少女的手機定位訊號 出現在永和的繁核契路堤防 但警方到現場時 只有發現少女的手機 原來啊 這一切根本就是煙霧彈 為的就是要誤導警方辦案 我覺得我們是研判 應該是人還在新竹縣 那這個手機可能是出現的信號 雖然在新北可能它是一個誤導的伎倆 我們先整理一下已知資訊 警方暫時把有誘拐性侵前科的羅玉祥 列為重點調查對象 而另外兩名可疑的人物 則是和羅玉祥有相同號碼的 王貞昊以及載客的盧依凡 但王和盧都否認認識羅玉祥這個人 不過在警方持續追問之下 心虛的盧依凡 縮溜嘴了 還要警方可以去羅玉祥的住宿找找 而位置就在新竹竹宗鎮的一處豪宅內 警方按了按門鈴 沒想到出來開門的卻是一名19歲的女孩 原來她是羅玉祥的嫩妻 在盤問之下 嫩妻告訴警方 她沒有看到羅玉祥或者少女的蹤影 還說她早就在7月的時候 就把老公通報為失蹤人口了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羅玉祥 但警方不踩信 執意要進入搜索 不過卻鋪了個空 兩次搜索都快把屋子掀翻了 就是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難不成 盧依凡又在騙人嗎 這又是煙霧蛋嗎 警方來回進出屋子 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偶然抬頭仰望 竟然發現了一個詭異之處 怪了 這棟建築屋的屋頂 怎麼會突出來一塊呢 這和周遭的屋子格局都不一樣 看起來這是家蓋的 但剛才搜索最多就只到四樓 並沒有看到通往五樓的樓梯 難不成是藏在天花板的密室嗎 警方第三度搜索來到了羅玉祥的房間 此時所有人刻意的安靜下來 仔細聽 真的有細微的聲音 從天花板中傳出來 而羅玉祥的房間中有一個雙層床 就剛好因為視角的關係 擋住了某塊天花板 原來這雙層床根本不是拿來睡的 而是被當成樓梯使用 而密室的入口就在上鋪的正上方天花板 重人合力破壞天花板 果然沒錯 羅玉祥和失蹤的少女就藏在裡面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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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走給我 破壞天花板竟然有見密室 立刻發現失蹤的高雄少女 我怕了 我怕了 發生 你什麼密室 來 頭轉過來看看 頭轉過來 頭轉過來 涉嫌又騙了羅興祥賢 被警察一把拽下密室 上鋪牙齒逮捕 少女平安救出 警方也在密室搜出折疊刀 水果刀 用來脅迫少女不能發出聲音 以及刺激毒品 有抗憂鬱 試吹效果 太太一年前 那個中皇師傅務部的一個裝修 然後她自己在加工 警方更在密室墊子底下 發現金屬項圈 羅興祥賢恐嚇少女 難敢逃跑就會被電 但實際上項圈根本無法通電 旁邊還有個繩環 用來控制少女行動 不能充電 沒有接電線 也沒有可以充電的電源 仔細瞧 密室入口就藏在 上下鋪的天花板上 上頭還有電燈未裝 關上時根本看不出來有夾層 她要通過密室 就是由上下鋪上去 把它吹上去這樣 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 密室約有兩瓶大 裡頭有冰箱有食物 還有電風扇 甚至有浴室 馬桶可以灌洗 少女被發現時正在睡覺 旁邊還有一隻鯊魚娃娃陪伴她 嫌犯似乎有長期軟禁少女計劃 盧玉翔得知藏匿少女的事情曝光 以及共犯盧伊凡 王真浩先一步落網的消息之後 就躲進了母親買給她的 這棟豪宅的家蓋密室當中 打算長期抗戰 所以你說她的嫩氣不知情嗎 根本不是這樣 明明自己的老公正在玷污其他女性 竟然還替她隱匿案情 這該說是被愛蒙蔽了雙眼嗎 幸好少女厭傷之後 並沒有任何外傷 或者是遭到性侵的跡象 看來是因為事蹟敗漏了 所以羅玉翔遲遲沒敢下手 整起綁架案件 經歷了66個小時 跨線是超過300名警力的搜索 總算是平安的落幕 31歲的羅玉翔 曾經在2018年的時候 右拐昏迷 並且性侵了兩名衛生年少女 其中一個女孩 甚至還是她朋友的女兒 她專挑涉事衛生的少女 假借工作民意見面之後 就嚇要昏迷對方 和這次的案件的做法是如出一測 而她最噁心的偏好 讓昏迷的少女先喝下她的體液之後 拍下性愛照片以及影片 接著再性侵對方 而她被逮捕的時候 也和警方坦承 自己就是喜歡少女 可能到40、50歲 也還是喜歡小女生 只要遇到她喜歡的小女孩 她可能就會控制不了 沒有什麼情緒波動之外 不論她講的跟證據有多少的 同時她也是面不改色 就所謂未成年以下這些少女 還是有一個癖好所在 這一類的個案 其實很常常有所謂的強暴迷失 處女情節 這種人的喪心病狂 應該要嚴刑重罰 羅玉翔先前性侵兩名少女 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 沒有想到就在交保之後 即將服刑之際 竟然又再度犯案 外界質疑 法院怎麼會放這種人出去 讓羅玉翔又有機可乘呢 國性嫌判 先前在另案已經有犯罪了 而且一審法官也判決有罪了 那另案的法官可能認為說 暫時沒有羈押的必要 但是他現在又犯罪件 很明顯他是有再犯之旅 原來前案法官認為 羅玉翔在整個審理期間 都出題異訊也十分配合 也認為羅玉翔沒有再犯之餘 才暫時讓他交保等候服刑 結果一切都是演出來的 一個性侵兩名未成年少女的惡狼 演個戲還真的相信了 羅玉翔控制不住自己的性衝動 又犯下了綁架案件 真的是幸好羅玉翔還沒伸出他的狼爪 否則先前法院的這項決定 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向少女的父母交代啊 羅玉翔九月一號拒絕夜間偵訊 二號清晨訊問移送地檢署 他的太太因為刪除訊息 博士上方救世命是列為關係人和證人 他的媽媽則是排除涉案 而羅姓公犯負責開車接送 還載手機誤導警察 但因為供出相關事證 無保請回現職住居 王姓公犯則是說 自己的臉書帳號被羅姓祖賢使用 不清楚囚禁少女也供出相關事證 也是無保請回現職住居 警察認為兩人都非主要犯罪行為 二郎羅玉翔 以違反兒哨性剝削防治條例 一審判決11年6個月的徒刑 但令人意外的是 羅玉翔竟然沒有選擇上訴 而且已經入監服刑 但得先合併他先前還沒執行的部分 因此羅玉翔得被關上20年以上 來為他的可怕行徑負責 而據盧一板以及王晨浩兩名共犯 則個別判刑一年以及9個月的徒刑 嫩妻葉宜秀隱藏人犯 遭判8個月的徒刑 全案就此定言 現在社會不同於以往 小孩子從小就接觸網路世界 以及智慧型手機 有太多太多的陷阱或是外在的誘惑 是小孩子還沒辦法清楚分辨的 要怎麼替孩子的安危把關 同時又能不過度的干涉隱私 如果是女兒的話 家長可以特別注意 例如洗澡的時間有沒有意外的變長 常常在裡面自拍 有沒有添購攝影器材 而手機有沒有裝新的通訊軟體 有沒有常常借顧跟同學出飯等等的跡象 雖然說有上述這些狀況 不見得就真的是有問題 但如果察覺孩子的行為不太對勁 還是要多多的關懷跟了解 因為在這社會上 還有更多更多的羅玉祥就潛伏在暗處 保護孩子們度過快樂的童年 使用大人的責任以及義務 以上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你有什麼想法嗎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是蔡品宏 我們下次見